堆疊的锅碗瓢盆阴暗破旧房间 照顾户徐凤田的家 志工不是第一次来 但这次除了关怀 还装备齐全来个全面粉刷 主任说原来没干过 这种类似于粉刷装修的活 但是今天干上之后 感觉浑身都是力量 只要你有这个觉醒 就能把它变清净 不是过年却要除旧不新 这边扫扫那边刷刷 每个动作都是满心的不舍 习大哥这么多年生病 12年一个人 生活很难 料理得很干净很清爽 一直想天气好的时候 季节好的时候 给他做一个防护的修缮和违心 所以让习大哥也感觉到 生活也很有希望 原本阴暗脏乱的家 他焕然一新 没法正常说话的他 用手比赞 志工的关怀 就像打开心门的钥匙 中风12年 只能靠微薄补贴度日的徐凤田 主动捐竹筒 走出心中的阴暗 也想把一份温暖 传递给更有需要的人 大海新闻真善美志工 李立新冯立芬 辽宁报导 好 好 好